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补军 这是在德国集中营里面进行的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为测试毛发旺盛是否会让人体更耐热 这群人把一对双胞胎送入了人间地狱 这对双胞胎被带入到了一个滚烫的房内 里面布置了一张铁桌 铁桌下面有加热系统 然后缓缓加热 生死历劫的痛苦叫声 越发刺激着这群恶魔的身上腺素 他们越发疯狂 手中的控制器不断地按着升温的键 宛如人间的魔鬼 一边是绝望的叫喊声 而另一边则是癫狂的笑声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纳粹集中营里面 进行的那些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以下的叙述都是来自亲身经历这个双胞胎实验的 伊娃莫泽斯克尔 这个恐怖实验的发起者 就是被称为死亡天使的月瑟夫 门格勒 被实验者起初有1500对双胞胎 也就是3000人 最后却仅有200人存活了下来 实验是这样的 起初被实验者会被医生由头到脚 仔细地测量以及检查 如果错过任何测量的细节 死亡天使门格勒 将对此测量的医生进行研除 在采集完所有双胞胎身上的数据之后 下一步就是交换彼此双胞胎的血液 他们会把大量的血液从一个双胞胎 输入给另一个双胞胎 这就会使双胞胎变得异常虚弱 免疫力下降 因此很多双胞胎在此阶段 就已经没命了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为了达到 纯净种族的目的 医生会将化学用品注射到 双胞胎的眼睛里 以制造蓝色眼球 这通常就会导致被实验者的眼睛 产生严重的疼痛感染 暂时性或者是永久性的失明 如果以上的实验完成后 双胞胎还活着的话 实验者就会在双胞胎心脏正中间 注射三绿甲丸 夺走他们的生命 接下来他们还会解剖这对双胞胎 将所有的器官送到柏林研究中心 进行后续的研究 整个实验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 极其的不人道 而接下来这对双胞胎的兄弟 却是集中营比较特殊的一对 这对18岁的虚亚利双胞胎 被诊断测量的医生描述为 极其英俊且骨骼健硕 但是这只会让他们承受更多的折磨 除了以上的测量 血液交换以及眼球注射 变成蓝眼球之外 死亡天使门格勒 还会对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甚至连他们的痰皮肤 以及他们的肠子都不放过 那怎么收集他们的痰呢 首先实验者会把一根肠管 从鼻子插入到双胞胎的腹内 然后从管子给他们打入空气 让他们咳嗽 进而收集他们肺中的痰进行检查 当死亡天使看到这对双胞胎毛发 比其他人更旺盛之后 他竟然一想天开地想知道 拥有更多的毛发 是否会让他们更加耐热 他们被带入到滚烫的铁板房间里 他们被迫躺在滚烫的铁板上 缓缓加热 直到他们晕眩过去 当他们晕眩后 医生会将他们绑在桌子上 仔细观察他们的毛发变化 就这样子来来回回测试了好几次之后 医生发现他们与其他人 并没有太大的耐热度的差别 于是就把他们身体上的毛发全部提光 接下来的行为更加变态 实验者想要研究此双胞胎的肠胃结构 于是让他们在无麻醉的情况下 接受高达200毫升的灌肠剂 那么如果肠胃不好 成年人一整天的使用量 大概是120毫升 也就是说 这对双胞胎被迫使用的剂量 是现在建议剂量的16倍还多 注入了高达16倍剂量的灌肠剂后 双胞胎腹部的疼痛感可想而知 就失声痛哭 因此门格勒便下令将他们的嘴给堵住 时间来到了第三周 实验者便决定让他们上路了 就是给他们注入三绿甲丸 受到了这么多不人道的对待之后 双胞胎兄弟还是没有能够躲过恶魔的魔爪 在那种情况下 死亡或许才是他们最大的诉求 所谓的生不如死也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实验的亲身经历者 伊瓦莫泽斯科尔 他是这个双胞胎实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他在一部纪录片里面说 他和他们的妹妹能够在集中营里面存活的唯一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被当成是人类的小白鼠 他们每周会进行最详细的测量和研究 伊瓦描述那时候真的是活在人间炼狱 每天实验者都会从你的手上取血 而另一只手臂则是注射不明的药物 再有一次注射之后 伊瓦整整高烧一周都不退 而他的妹妹后来检查出 他的肾脏因为注射的药物而停止了生长 一直停留在小孩子肾的尺寸 伊瓦描述了除了手臂之外 也经常在无麻醉的情况下 注射不明的药物到脊椎 那么实验者为了达到双胞胎 互相对比功能的一个目的 通常会将药物注射到双胞胎的其中一个 而不是一对 只有当一个人没病时 另一个人才能被杀死 后来研究者说 他们注射的药物里面 其中就包含了颁诊伤寒和肺结核的病毒 当时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危险的 可以说是绝症 他们被注射之后 基本上只有一个下场 就是死亡 除了上述的指控之外 死亡天使团队还做了一个更恐怖的实验 他们要改造双胞胎的人体结构 他们将一对双胞胎硬生生的缝制成连体鹰 试图创造出双胞胎连体人 有幸存者表示 对此双胞胎皮肤长期处于溃烂发臭的状态 那么像这样的恐怖实验 他们还做了很多 到了战争结束之后 死亡天使门格勒 就拼了命的跑 因为他是被许多国家重金悬赏的重大罪犯 直到1985年的时候 约瑟夫因为溺水在巴西挂了 看到这里 我觉得真的是太便宜他了 不知道这个背负了无数冤魂的恶魔在临死前 是否有过一点点的忏悔 看完了这些 真的响起了最近比较热的歌 我害怕鬼 但鬼未伤我分毫 我不害怕人 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愿世界和平 没有恶魔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